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部署这个待日报的 它官方的一个UI 那部署这个呢 你就先把这个YAML给当下来 把这个YAML给当下来 这个可以直接当 这个YAML呢 我也已经下台好提供给咱们客家里面了 它的名字呢 我改了一下 就叫待日报的 可这个名字呢 不太一样 你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下载好这个YAML之后 下载好YAML之后呢 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它这个资源的类型 就是现在你对着抄就行了 因为这里面资源的 我们现在都没有讲到 等后面讲到 这些你待会回头再过来看 你就都明白了 这里呢 你对照的找到 好 就找到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指定一下 这个类型 这到底是怎么原因呢 待会呢 我会讲到这一块 好 现在是已经创建完成了 创建完成之后 你可以执行证明的 看它容器啊 有没有起来 就是处于 是不是处于一个running状态 是running状态的话 就说明就可以提供访问了 现在呢 它正在创建中 它呢 会先拉去镜像 就像你执行的docker run一项 如果本地没镜像 会从互联网拉镜像 拉镜像呢 再用这个镜像起容器 这个操作呢也是一样的 好 这现在都已经running了是吧 running 再看一下这个service端口 这个与刚才这个道理一样啊 与刚才测试part的道理一样 还是通过自行刚才那个命令 你可以 但是这个命令呢 你要加一下命名空间 在这里加个svc svc会输出这个service 它暴露端口是43 也就是啊 它就意味着是使用httbs访问 注意啊 httbs访问 它对外暴露端口呢是30218 也就是我们要使用浏览器访问呢 就要使用30218 你要是在集群内部访问呢就可以使用 这个IP去访问它 不过这是对用户提供的一个UI页面 那一般呢就是在浏览器上去访问 好 在这里呢 改称30218 回车 这是什么情况呢 会提醒你 client send发送的是httb请求 请你使用httbserver 只要出现这个呢 其实就是使用httbs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它是提供了43端口 所以它肯定是httbs 加httbs 回车 那 那这个UI中呢 它提供了httbs 就要涉及到配置证书 对吧 那证书 它默认是自己签了一个证书 这个证书呢是不会被信任的 不会被这些浏览器 如果你要是 你要是想提供一个可信任证书 你可以替换到它自带的证书 一般就用它这个不可信任就好了 好 这里呢就到登录页面 登录页面提供两种认证方法 一个是token 一个crupa config 我们使用token来登录一下 拉到下面来 这里呢 就是怎么去创建token 怎么创建token 好 执行这一条命令 第一条命令呢是创建一个用户 第二条命令 是为这个用户啊授权 然后第三条命令呢 获取这个用户的token 回车 好 复制这一串 到浏览器的这里 粘贴登录 哎 这就到登录它的UI了 它的UI就进来了 好 你可以看到了 这是它的UI 好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个UI里面呢 它提供了哪些的功能 在这里呢 UI里面 它主要啊 这个UI就是可以去查看k8集群中的资源 然后做一些基本的操作 比如创建一个鸭模 修改一个鸭模 删除一个容器啊 删除一个资源了 在这里边都可以去操作 在最顶上面呢 这选择命名空间呢 这命名空间什么概念呢 待会我们也会讲到了 在左侧这里 是显示该命名空间下的所有的资源 就比如查看一下node 那node这里会显示你有三个节点 是吧 三个节点 在上面呢 是显示 鸡群的角色 就相当于是权限的集合 它里面呢 会涉及到一些认证 认证 就会涉及到权限的划分这一块 还有像 存储这方面呢 下面的 地普拉门呢 这里就能看到你创建容器 跑到这里就能看到你的容器 这是刚才我们起的这个容器 对这容器呢 你可以做一些操作 在右上角这里 比如查看那个容器中的日志啊 你就可以直接点击它 你看这里呢 就查看容器中的日志了 比如呢我再返回 我进到这个容器中啊 看这就到这个容器中了 这就是我创建的node的容器里面呢 那一个bash啊 就在这里面 比如我想修改一下这个资源呢 也可以修改这个power的情况的yaml 帮你修改 你要先删除的 这里也可以删除 删除这个容器 好 这里呢就是 对 你容器的相关页操作 点击这个按钮也能看到 或者你进去也能 也能看到 包括其他的资源呢 也是一样的 这些主要就是查看 可以把这些资源 像左边这些资源呢 我们后面都会讲的 就是基本上都都讲了 这里呢 你先有一个 了解就行 这是他的一个UI 其实没有 特别实用的功能啊 但是就是一个基本管理的 因为官方在UI这方面 也不用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设计 他只是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 如果你有一些 像给用户 就是开发人员提供的话 这个可以简单应对一下 先简单应对一下 如果设计到更复杂的业务方面 是需要自己开发的 好 这个UI就部署起来了 那我们呢 再给大家解答几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在部署中 过程中啊 你可能会遇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当我们执行 那当我们执行 Proper Admin IIT 失败了 执行他失败了 就会出现可能一些 error的信息 那你可能呢 会尝试的 会把那 error信仪的 引发的这种 问题给解决掉 当解决掉之后呢 你就马上就再尝试 执行Proper Admin IIT 再执行一次 再执行一次 你发现呢还是不行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因为你在执行 Proper Admin IIT的时候呢 他会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这些初始化的工作 如果你 以一个错误的环境执行的话 可能说你在 即使你第二次 这个环境问题解决了 再去执行 可能还是之前的一个问题 那这时怎么办呢 这时呢 你就需要把当前 初始的一些 遗留的文件 都给清理掉 让它保持一个 纯净的环境 就纯净的KBID的环境 再去执行 这样一般都没问题了 那所以这里就会涉及到 这么一个 命令 Cruple Admin Reset 这个指令 然后这个指令呢 就是青虫 当前 初始化环境 Cruple Admin Reset 如果你要在 如果你要在 Math界点执行的话 它会给你提示说 你是不是要 清空 如果点个Y的话 你做了一些 KBID的环境 都会帮你删除掉 都会帮你删除掉 那你在节点上 也可以执行这个命令 它也是帮你同样的操作 就是 你之前执行Cruple Admin 产生的这些环境呢 它都会帮你给清理掉 就是算是白手起家 从头大来 好 这是这一个 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这样的 你get apart-en-cruple system 你查看 这个命令困境下的资源 那就是这个问题呢 是calical node 这里 calical node 这里 它的这个 镜像拉取呢 有的网络可能比较慢 就是始终呢 可能你的get node 是 不是一个准备就绪的状态 那这时呢 你就需要判断 这个calical node 是不是在 节点上这个镜像 可以顺利的 能拉取到 你可以这么去验证 image calical 你过滤一下 这里面呢 会涉及到四个镜像 四个镜像 你分别呢 在所有的节点 都执行一个 docker pool 手动拉取一下 看它快不快 就如果你这里呢 这个part的状态呢 一直是一个 问准备就绪状态 也就是这个 是零 那就说明啊 现在 这个calical 还没有正常工作 没有正常工作 就可能就是 你get node呢 还是 没有准备就绪 就像刚才这样 就像刚才这样 是没有准备就绪的 那这时呢 你要检查一下 你的calical 有没有 部署成功 如果没有部署成功 看下它的状态 一般情况下 就是 垃圾镜像 可能会比较慢 你要耐心等待一下 或者手动呢 在每个节点 这样 docker pool一下 这里边呢 docker pool一下 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callow product 我准备有序 过滤一下 然后docker pool一下 好 这是 好像这一个问题 也比较常见的 好 好